今天是除夕夜 在此向全球所有原始点的志工们 拜个早年 今年原始点16版刚出来 而16版跟上一版最大的不同 就是热源的使用 更细腻化 譬如外内热源一定要直达患处体伤 配合按推患处 才能解决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这一点刚好就克服了重病危急的处理 因为早期在2018年之前 按推他处体伤 也就是解决轻重症 这部分我们是做得比较好 但到了患处体伤一定要将外内热源 以姜汤或姜粉 姜粉泥直接喷在或直接用在患处体伤 来达到温暖组织器官来解决疾病 比如这一次武汉的肺炎 它最重要的都发现是以上呼吸道为主 那上呼吸道如果比如他有咳嗽 或流鼻涕发烧 按推头部原始点或上背部原始点 不能解决症 这时候就是要如何直达患处体伤 要直达患处体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姜粉 直接喷鼻 这样对上呼吸道包括咽喉 鼻子甚至到咳嗽都会有改善 那如果还能够配合按推背部 整个涂姜粉泥 如果他还有咳嗽发烧的话 那涂姜粉泥的方式 我们书本上都有清楚的写 也就是一定还要借助电热吹风机 持续吹背 吹热了之后再涂姜粉泥 涂姜粉泥按推整个上背部 那个力道一定要稍微出一点力 然后涂到姜粉泥干掉为止 干掉之后再重新涂姜粉泥 再推干之后再涂一次 也就来回二到三次 涂完之后再用纸巾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裹起来 之后还可以用电热吹风机 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躺在电毯上 这样整夜温敷下来 整个体伤的修复就加速了 所以对于这些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只要能够记住这样 积极的处理方法 它是可以缩短这个病程的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致抑力跟修复力 同样的还要注意就是饮食 避免吃到一些寒凉的 包括水果冰冷的东西 要懂得保温 只要记住这大原则 一般再配合一些运动啊饮食 我相信很快都可以恢复 那预祝全球的所有志工们 今年有一个快乐的年 然后对于健康也不用再遇到什么情况太担心 只要照我们上述讲的 所有疾病不坏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他处体伤按推也可以解决 按推不了就加重内外热源 尤其以姜汤姜粉姜粉泥 如果这样要寻规健康应该很容易 今年就在此再跟大家拜个早年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